新北市鷹哥 因為老街跟陶瓷博物館 每到假日總是吸引很多人潮 現在又多了一個新的據點 就位在博物館對面的三陰藝術村 今天正式啟用 占地三千坪的藝術村 有自行車道 還有陶瓷展覽區跟藝術家住村 叫大家動手做這個陶藝 當然跟小孩都玩得很開心 這一片三千多坪 剛開幕的三陰藝術村 原本是大漢溪的水利地 有一些小型的運動場 經過多年的規劃 以陶瓷著名的陶瓷藝術為主題 呈現出顯然不同的風貌 也讓陶瓷除了有受歡迎的老街 陶瓷博物館又多了一個去處 藝術家就在這裡 可以長期的駐村創作 專心創作 那遊客也可以來這裡 跟藝術家做一個互動 所以希望營造一個 充滿藝文人文氣息的地方 比較有吸引力 因為有其他的東西 有其他元素加進來 就會比較想要來這邊 三陰藝術村以兒童藝術教育為主題 開幕特展動物當家 有陶瓷博物館 點藏動物主題的古早味餐盤 陶瓷家們充滿想像力的 未來動物和民間神話作品 孩子們是看得津津有味 想要自己動手做 還有駐村藝術家可以親自知道 花很少的時間 可以當不用等一兩個禮拜 馬上做完之後 利用上色的技巧 然後可以讓他們有當下的那種 快樂跟那個成就感 藝術村內到處都是陶藝作品 也有很大的空間 可以讓小朋友跑跑跳跳 還規劃了自行車道 讓愛騎車的朋友 又多了一個騎車路線 記者陳書鈞 陳昌偉 在新北市採訪報導